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的新发型,她得到了无数人的称赞,吹捧了新的天空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主动晒出杨子的新造型呢? 由于杨子过去的铁刘海造型是个贵妇人,让很多人都觉得她的太阳穴很妖孽 却没想到杨子的眉毛,出奇的是,发际线非常霸道 这个满刘海的发型让杨子的整个画面看起来丰富得不得了 而这个元气满满的发型液让杨子的超级乐园挑战颜值有了展示的舞台,洒脱可人 新天机的出现,可以让相当多的男粉看得脸都红了 干练的吴刘海发型液和她戴的圆发孤相得一张 而由于整容的改变,我们也能从杨子的造型中得到一种亲锐脸的气息 一身白色西装的出现,有效衬托出了杨子身上丰富的内在气质 从白色连衣裙布料质地的决定来看,杨子的气质显得十分仙气和妖精 白裙子领口有点力领的设计,整体上可以很好的改变杨子的动感线条 裙子的自由半袖设计同样能遮住杨子的纸巾手 穿衣配置的冲击力可以让杨子毫不费力地成为全团焦点 整身白色连衣裙的引入和腰间大地色腰带的摆变搭配也让人惊艳 在大地色系腰带的变换下,杨子的身材层次就展现得淋漓尽致 杨子这次上榜的无刘海发型,同样适用于所有时髦的服装 他身上穿的这件蓝色连衣裙,是极富贵气的那种 整条蓝色连衣裙在杨子的翻译下,宛如一位贵妇人 相信很多人也从杨子的造型中感受到了迪士尼大逃杀的感觉 杨子正确计算的肩膀这种出现在连衣裙上的肩部计划,谁做不到呢? 发型无疑是影响当今女性形象的重要造型 杨子这头短发,会不会让你确定她很现代呢? 鉴于她无可匹敌的肩颈面积,杨子目前对各式各样的路肩服饰深有体会 我不禁想到你如何评价她的半路肩深色连衣裙 在她身穿的深色连衣裙中,下半身未及膝盖的设计嫁接了一层深色绷带,十分吸睛 在小友看来,媒体上的女明星对于妖精造型真的是情有独钟 而杨子身穿这件飘逸的布裙,无疑是对花妖精的最好理解 穿上这身布裙,配合她现身的绿色气候,杨子显得很有临间风情 分享了那么多,我一直在想,你们对杨子的新造型变化满意吗? 02.肖战在开包销,火遍各国 世界各地的Peter Odish的愿望都是相似的 每年都有无数的新手艺人出现在媒体上 他们可以在短时间内凭借无处不在的形象获得粉丝 但很少有专家能一直保持着他们的知名度 肖战同样是最近小有名气的男工匠 肖战代理了很多年 在最初的不多岁月里,肖战一直在默默追梦 从肖战身上,大家可以看出日常生活中没有人 这条街没有尽头,途中的每一次相遇都会是一份礼物 肖战早已为人熟知 自从陈情令开播后,肖战瞬间变身流量工匠 到目前为止,肖战可以选择跟上他的无处不在 这就需要积累作品和人品 品牌支持也是衡量媒体机构工匠商业价值的重要标准 肖战的商业自尊一直都是先锋 他也一次次认真考察工匠的带货能力 肖战始终被定位为第一 近日,肖战宣布与清洁护理品牌六神一起参与 热身赛一开始,大家都很期待 综合考虑,这项支持计划为提供了大量的创意空间 此次品牌方又追加了以往的功能感 卡片在10.05分权威汇报了新代表 肖战同样在10.10分准时回答了品牌方 虽然此次肖战驻镇国产品牌 但消息传出后,不仅内于爱好者格外欣喜 同时众多陌生的彼得 斯凯莱特也同样翘首以盼 权威申报后 肖战在众多海外国家都上了热门榜单 排名也非常靠前 国外的彼得,迪士留言也非常温暖,暖心 部分评论非常重要 在品牌开始热起来的时候 粉丝们也开始主动期待这次的特辑和现实录制 总而言之,六神是一个喜护品牌 大家都很期待肖战的最新物料 这一次,可以说全世界的彼得蝶都在期待肖战六神风的设计秀 既然全世界的容器彼得都明白了愿望的统一 大家就等着肖战的素材更新吧 不得不说,肖战的影响力真的是很大的一块 肖战自从入行以来,一直在搞本土娱乐 不过目前肖战在国外的影响力也是非常大的 肖战主演的陈情令之前已经在国外的几个舞台上播出过 凭借这部剧,肖战圈粉无数 最近,肖战帮助的品牌越来越多 还有,品牌真实宣言的服务感越来越少 很大一部分品牌都会在国外的友好舞台上进行官方表态 无数的国外粉丝通过肖战的包销成为了肖战的粉丝 现在肖战的名气越来越大,影响也越来越大 肖战也一点点明白了破圈闯红尘的影响 肖战的地位大家一目了然 眼下,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六神接下来的特殊材料了 总而言之,肖战现在已经是世界的彼得容器了 相信资料会更新 肖战继续以品统治品牌明星新定位档 名副其实的以品霸主 近日,有媒体在友情台上曝光了名人带货的定位名单 引发了众多网友的积极关注 此次揭晓的定位周,汇集了肖战、王一博、易阳千玺等多位顶尖匠人 值得一提的是,肖战成为带货王,带货率基本高达96.8% 虽然有些网友可能会说这样的信息是抄袭 但肖战的产品传递能力确实是值得肯定的 看看娱乐圈谁最接地气,肖战果然就是肖战 肖战是圈内赫赫有名的承销福星 肖战一贯拥抱的品牌超过12个 每次肖战包销形象的权威宣示,都迅速引发热议 对于肖战所拥护的品牌,肖战包销的影响力不断肉眼可见 权威声明后,粉丝们迅速关注并下单 这也导致肖战报过的同款商品在官方申报后迅速热销 而且令人意外地试断货 肖战支持的项目将像发条一样 以惊人的结果和强大的信息奖励代言人 综上所述,肖战是最有名的手艺人 在DOS榜单上的位置也是最好的 随着的权威申报,肖战2022年的第12次包销也将开启 权威申报后,有网友统计 肖战USMILE一款同款牙刷在权威申报的两小时内 成交额超过3100万元 还有不少人购买了配套的漱口水、牙膏等不同型号的产品 从交易中排除 由此可见,肖战的带货能力是非比寻常的强项 另一项出色的举措是与本土品牌李宁的合作 26日,肖战与李宁签约 仅仅一天时间,肖战就超越了其他流量明星 随着国产产品的盛行,李宁鞋的售价和出厂数量 并在短时间内有了实质性的增长 本来以为和李宁那个时候牛逼 结果肖战在官方声明中拥抱了摩森眼镜 此前 商品被抢购一空的情况层出不穷 感觉这次商家保留了上次的经验 主动安排了充足的货品 货架上的商品被大家一扫而空 就在这时,原本打算出现在荧幕上的两个年轻女子 也是手忙脚乱 在商品霸主肖战的加持下 单段时间有效突破1亿,突破2亿,突破3300万 可以选择完全压缩日常必需品和偶尔的宏集一时 这货运真的很强 肖战应援涉及方方面面 一时住行真是考虑周全 同样的情况下,粉丝一般都会挑肖战报的 从小零食到庞大的家用设备 他们真正为粉丝承包了一切 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且,肖站在辅助的选择上 也是非常的慎重和严厉 他旗下的百威、开小灶、猛牛、李宁等也是精品 普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除了他自己,他承销的品牌要么是行业TOP 要么就是食物质量超群 特别是参与大众设计运动品牌 支持本土品牌 特别是当全球流行品牌 比如耐克阿迪达斯黑名单记新疆棉花之后 被他视为土生土长的李宁也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这只是完美的机会 地点和个人 作为演员 肖战经历了277事件这样惨烈的情况 但作为伤亡人员 他却从容应对网友的议论 这一集过去后 他想到了征服人群的绝妙尝试 他的歌迷也进行了排练 并举行了多次公益活动 在一个像样的ICON的支持下 粉丝们会相信这个项目的本质和肖战 所拥护的品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το Black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